好 接下來的活動啊 這是一個跳舞 來我問一下現場好了 有沒有人聽過Michael Jackson 有 有哇好棒 好多小朋友聽過 好來什麼玩家 他最有名的舞步是怎樣 有沒有 站在那邊然後45度都不會倒下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我用這個摺紙喔 有沒有看到 他復活了 好我用這個摺紙的遊戲 示範一下 好 拍一下桌子 然後一開始喔 好我們把它放 喔 他壓到了 你還沒拍到桌子耶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拍桌子 有用嗎 真的嗎 那你拍拍看 好來 示範一下喔 這個摺紙啊 我會請老師 我們再把摺紙的方法 把它放在網路上面 好 那它照著摺 你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利用摺紙去改變 調整它的重心 那你回家可以做一個嘗試喔 把它放開 原本倒對不對 就立起來 好 這個的概念跟我們剛剛平衡量有關 類似 我們是用重心的配重 然後用錯覺效果 讓它 立起來 好 所以我這個 我就先做示範 好 那再來 下一個活動 有沒有印象 剛剛我們有做那個 小丑 小丑翻滾 好 來 現在我們每個小朋友啊 會拿到 兩個 塑膠的培養米 會先拿到兩個塑膠的培養米 好 好 來 等一下呢 我們要把這兩個塑膠蓋啊 背對背喔 就是兩個平的面要把它黏在一起 平的面要黏在一起喔 你不要倒過來變兩個蓋子這樣黏在一起 好 平的面黏在一起 好 那有沒有拿到兩個泡棉膠了 有 有齁 好 來我用黃色的黏土比較清楚 來代替泡棉膠 好 來 我要請你把泡棉膠黏在 來 像看 螢幕上面 看得到嗎 螢幕上面 螢幕上面 把他黏在兩個角 好 拿到泡棉膠可以先做這件事情 好 先把泡棉膠黏在這兩個位置裡 好 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先把泡棉膠的背角撕下來 然後把它背對背 對 要對齊喔 注意喔 對齊很重要喔 你可以把它靠在桌子 像我這樣 來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靠在桌子 然後用你的手扶一下 可以黏了 然後把它壓緊 像這樣 然後把它立起來 好 你先拿一塊黏土 然後隨便沿著這個塑膠蓋的邊緣 隨便你的地方 把它 把它黏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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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隨便黏上去 好 剛剛你比較一下喔 你剛剛都還沒有黏黏土的時候 推它一下 跟現在黏黏土之後 推它一下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最後它會停在哪邊 好 來 請看這裡喔 好 剛剛有個小朋友問我一個問題 說 欸 我要怎麼樣知道 隨便放它會往哪一邊滾 好 隨便放它會往哪一邊滾 好 例如我這樣放 它會往哪一邊滾 往這邊對不對 好 好 解釋一下為什麼 來我們 這個圓環 套在地上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講 頂柱的那個叫做 支點 點就是那個點 好 那黏上黏土之後 你覺得重心會落在哪一邊 對 會落在靠近黏土的那個地方 好 所以 這個地方比較重 這個地方又有支點 像一個敲敲板一樣 它就會往 這邊轉了 好 好 那如果你往這個地方 好 這邊比較重 支點它這邊 它往哪邊轉 往 就往這邊轉啦 好 那拿這個斜板要幹嘛呢 來 先冷靜一下 看我這裡 來 現在 頭的眼睛都看我這裡唷 看不到我的看頭一幕 看不到我的看頭一幕 好 剛剛我前面有玩那個 一個 一連串的機關網 是不是其中一個是小手 往上滾對不對 好 我現在要來示範了喔 好 隨便你可以拿一個 還有一個墊的對不對 把它墊的有一點點高高 先看我這邊 不然你等一下不知道怎麼嘗試喔 好 這時候你把它 黏土放靠近這邊 回放開 欸 往上滾 齁 跟你幫我們想像的不一樣齁 好 往上滾 好 那我解釋 我先解釋一下為什麼 等一下讓你去 做嘗試 好 當我們斜板 一樣套在斜板上齁 好 重心 是不是還是離 往這邊倒 重心在這邊 指點在我現在手底的地方 重心在這黃色的地方 好 是不是它會想要往這邊倒 所以雖然路是斜的 可是它還是會 滾過來 好 好 那你試試看 可是如果你把黏土拿完 綻放 它重心在中間 它就直接往下面走 好 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喔 好 你現在可以開始一個彩式 因為我們一起進行一起 但是我們沒有變成那一段時間 ест的那些就是 我們現在的好幾 drummer 你現在能夠吃了 好 我們要不要吃一碗 我們要不要吃一碗 你也要看他 那我們要看他 跟他嗎 你嗎 我記得我 你他 你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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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